访音宣传片信息量大 希拉米王妃文居C位 苏提达这次欲哭无泪 都说希拉米是最美王妃 颜值和身材都没话说 即使现在已经51岁 亮相皇家海豹的时候还是无比惊艳 无论之后有多少年轻嫔妃 都无法跟希拉米提敌 能够打败希拉米颜值的人 只有年轻时候的希拉米 真可谓是倾国倾城 不光出身平民 而且还当过舞女 这样卑微女子 本来没有自然入宫 但是马哈国王却对他一见钟情 根据泰国媒体爆料 马哈国王携手苏提塔 开启继位后首次外访 这次行程已经安排妥当 乘坐皇家飞机飞往英国伦敦 出席查尔斯国王的加冕礼 但是无比尴尬的一幕发生了 此次访英的宣传片中 主角却变成了希拉米 王室办公室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如果没有泰王的授意 谁会有这么大胆子呢 王室给出的解释也很微妙 原因是女王加冕60周年的时候 举行了盛大的钻石洗年庆典 当时的希拉米还是泰国王楚飞 跟随马哈访问白金汉宫 成为无数粉丝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为了宣传泰英之间的友谊 很多老照片和珍贵视频都被剪辑进去 希拉米王妃无疑闻居C位 即使现在已经被废 只能居住在皇家别院 然而江湖中依旧有希拉米的传说 普密彭国王早年留学欧美 跟伊丽莎白女王是好友 女王也多次访问泰国 除了菲利普亲王查尔斯和安妮公主之外 戴安娜也曾来到过这片东方土地 英国和泰国王室的游义代代流传 到了马哈这里 唯一有外访资格的女眷就是希拉米 无论是有意为之 还只是个美丽的误会 希拉米都是实打实的行为 提防公王子刚刚过完18岁生日 成人里被直接取消 苏提达无以嫌疑最大 本来大众以为希拉米母子遭遇重创 没想到这回强势出手 在宣传天中大放异彩 年轻时候的希拉米 颜值超高 简直360度无死角 来到白金汉宫门口的时候 宛尔一笑美绝了 将身上的东方韵味完美释放 直接惊艳到整个欧洲世界 即使现在已经时过境迁 希拉米的外访照片和视频 还是被完好保存 皇室研究专家安德鲁爆料 希拉米的探普英头衔被恢复 假以时日就会复仇 这次王室办公室也很给力 对希拉米的称呼不再是夫人 而是明晃晃的王妃 看来王室高层已经不再针对希拉米 或许是为了让提邦宫继位的时候 更加明正言顺 访问英国回来后的第三年 希拉米就被废定 整个娘家甚至被一过端 马哈国王看似冷血无情 其实是在保护提邦宫奴子 免遭军方的清算和打压 如今希拉米虽然已经年老色衰 在宣传片中依旧大放光彩 可以看出太王是个念旧的男人 就算两个人不能破镜重圆 该有的待遇不会亏待希拉米 这才是男人和君主该有的担当 希拉米这回大放光彩 苏提达自然恨得牙痒痒 简直到了欲哭无泪的程度 堂堂唯一的时事王后 却被一个下唐妻碾牙 苏提达心里就算再不舒服 对太王也必须笑脸相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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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